Hello 各位小伙伴 今天在别克军越白金款 这个新款的车型上市之前 我们来提前拍摄 看看这辆车都有哪些变化 其实说实话 这辆白金款的军越 它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主要的变化 更多的是会体现在价格上 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 它都有哪些细微的这些差别 首先先来说这个IVR的版本 我们都知道原来IVR的内饰 是只有一个浅色的内饰 虽然说很好看 很显豪华感 整个车内的氛围会非常的棒 但是有一点它非常的不耐脏 所以在白金款的军越 这个IVR的版本上 它是提供了一个深色的内饰 我们等一下进到车内去看看 这套内饰给人带来的一种感受 会是怎么样的 至于其他方面 这辆IVR版本的军越白金版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它整个外观的设计 其实也是维持了之前的 整体的设计风格和设计语言 这个车头包括非常漂亮的轮圈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车尾 整体的设计都跟原来保持了一致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赶快进到车内去看一下 进到车内这个黑色内饰的设计 说实话我觉得跟之前原来的浅色设计相比 在温馨的这种氛围感上确实要稍微逊色的一些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颜色的关系 它很多设计的细节 比如说像座椅上这种纹路 包括缝线 其实凸显的并不是说特别的明显 那这个也是深色内饰会带来的一种劣势 但是你要说是从使用层面来讲 这样的这个内饰配色肯定还是会更加的耐用一些 当然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浅色的内饰的话 那这辆白金款的军月它的IVR版本依旧会提供原来的浅色内饰 我觉得这个在对于用户的考虑方面会更加的周到一些 在其他方面跟原来的车型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个方向盘整体的设计包括握感 还有这种打孔的这种感觉都是挺棒的 然后屏幕6K的屏幕 这个没有像凯雅克那样上到9K 但是整体它的显示的清晰度 包括整个操作的这种丝滑程度也都是非常棒的 而且OLED的这个屏幕材质 它的色彩等等方面做的还是相当相当棒的 然后在其他的这些设计方面 这些饰板 然后包括这些带有反馈的这些按键 还有等等这些深色的饰调 总体来说这个氛围还是在的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 其实跟浅色内饰豪华温馨等等这种高级感的氛围 还是要相对显得略微的逊色的那么一点 再有一个微小的变化 就是现在所有白金款的车型 包括IVR还有普通版的车型 都是提供了这种传统的车钥匙 因为原来是只有一个卡片的钥匙 现在别克是提供了传统的车钥匙 我觉得这个用起来还是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而且是也给你操作车辆提供了更多的一种选择的 好 那我们去隔壁看看普通版的新款的白金款的军月 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OK 这就是普通版的新款的白金款军月 那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隔山方面 它是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首先最下面这个浮条 它现在整个的这个造型 原来是有了一定的变化 包括这里这个前杠的造型 包括这个颜色都是发生了一变化 因为原来在这边应该是一个跟车身红色的 现在是一个整个镀柜的装饰 整体感觉上看上去会更加显年轻一点 尤其是跟这个黑色的车身配在一起 那我觉得更多的这种金属的 或者是这种亮银色的装饰 能够提升整个车的整体的视觉的效果 总会比一身黑要来的好看 但是说到这个更多的银色的效果 它的这个车轮现在反而倒是变成了这个 枪灰色或者是这种深灰色的这种感觉 那不像原来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银色 那这个呢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还不如保留原来的这个设计 那跟这个黑色的车配在一起 说实话感觉整体是效果不是那么好 当然了如果你配一个其他颜色的车 其实不仅有这个黑色的话 那这个轮全我觉得效果应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毕竟这个颜色还是对于这个耐张程度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你很多煞车手啊包括雨水天气这个甩上去的泥啊 这个颜色确实不会太显张 进到了车内啊 其实它门板上这些饰调跟刚才的IVR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的这个座椅包括这些头纸上的BOO 还有等等一些东西 这个呢跟IVR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最后其实要说到我个人认为现在这个白金款的车型 跟之前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变化 就是它的动力系统 虽然说还是2.0T加这个9AT的动力总成 但是呢它现在是把这个48V轻粉的系统给取消掉了 那这个呢其实因为啊在使用层面 其实感知并不会特别的明显 所以呢别克呢就把这个系统取消掉了 会在价格方面呢有所体现 我现在正在拍摄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价格 那啊在视频出来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价格打在屏幕上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究竟如何 那关于这辆新款的别克军越白金款 屏幕前小伙伴有什么想法的看法 欢迎积极在弹幕和留言区跟我们进行交流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拜拜